大家好 我是貝貝 今天來跟各位分享這一顆 應該市面上不多啦 這個叫小杏梅 來注意看一下它的葉子 葉子就是這麼小 然後它的果實是紅色的 它是屬於那個洛霜紅的其中一種品種 然後它的果實只有兩米米可用 很小顆很小顆 那今天 我要來做 環狀剝皮 然後要包水草 那因為小杏梅它的根細 非常細 非常細所以它也不容易出根 我也是必須要先把它環狀之後 讓它去增生組織 但是這個已經一年了喔 來看一下 增生組織還是沒有很多 我今天把這個水線 切割開之後 我就要來包水草了 那至於它能不能夠存活 就看我接下來的招呼了 好吧 我們今天來操作一波給各位看的 連起來的水線先把它割掉 來先把它割掉 因為水線你只要被它連起來 就會反彈 OK 割掉 割掉 絕對不能夠讓它連成一線 應該很多人都不知道有小溪美這個東西 但是它真的是在台灣比較少見 小溪美真的不容易長根 東西不容易出來 所以 我發現它的 環狀剝皮 然後包水草的那個 高壓取枝的成功機率並沒有 所以我才想說 試看看 那之前我是直接 環狀剝皮之後就直接包水草 那這一次是我 故意放了一年之後 來看它的實際的狀況 好 把水線都把它 重新斷開了 我接下來就要包水草了 好啦 我們就開始來 包水草 那因為這個不大 所以我就用塑膠布來包就好 好啦 先把底部 撐好 不要讓它漏掉就好了 先把漏斗形做出來 到時候來裝填 蘋果的 那個有比例的 水草 你看如果這次取成功的時候 你就看到這個是一個 雙幹V字形的 這個又變成是一個 到時候是一個大火絮的 所以 你要那個 高壓取枝的時候 最好是能夠 取一些 真的是有形的 你取那個沒有形的 一直長長的 說真的也沒有什麼 太多的一個造型 其實我覺得 不如不要取 我個人的想法 是這樣子 不代表每一個人 只是 分享一下我自己的 工作 的一個 過程跟經驗 好來 今天這一個 小杏梅 的一個 環狀剝皮 算是 給他進入一個 新的 時間的開始 希望他 秋天的時候 他就可以 長滿根系 希望 因為我也還沒有 真正的去 給他很有勇氣的 說百分之百 因為 小杏梅確實我 去年包了一些 是 二分之一的成功率而已 因為他出根 沒有 很快 然後他根本就很細 所以成功率沒有 所以我今年又試了 這樣子的一個 方式 希望他是 能夠提高成功率的 成功率 只要能提高 我覺得這就是 一個好事 那今天就介紹到這裡 那如果你對 小杏梅 或者是環狀剝皮 有任何的一個問題 需要詢問的 歡迎你隨時 私訊我 我 能夠盡所能的 來回答 好啦 謝謝大家 掰掰